看了最新一期的中餐厅,因为最初是冲着舒淇去的,结果被王俊凯宣反,所以自己关注,那一直就是王俊凯和舒淇的表现,并没有在意赵薇和苏友鹏还有白举刚,但是发现白举刚引起了很大的争议,但很多观众对他褒贬不一,不得不说白举刚真的是太直了,值得有些过了。 还记得最初的时候,他经常说苏友鹏老,这已经有些不懂得尊重前辈了,但考虑到白举刚毕竟是新人,所以观众的吐槽还基本是比较偏调侃的,说他难怪红不了。 但是越到后面,就会发现观众对他的吐槽就越来越犀利了,有时候白举刚太过过道的,有时候白举刚行商太低了,有一次是和王俊凯开车出去买东西。 白举刚明知自己的停车技术不行,事业的根次都没有把车停好,路人都笑起来了,却偏偏一直要逞强,王俊凯说,还是让我来吧。 但是白举刚却依然坚持不要动,最后一次,让王俊看一脸尴尬,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最后一次,终于把车给停进去了,但有一次是因为他是四成人吃辣,但是书琪他们都让他别放太辣,他坚持着要放,结果上菜之后,就被客人给退菜了。 苏勇和鹏还为晚都跟他说,他们说非常好吃,可是有点辣,真的是相当尴尬,说到底白举刚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大毛病,就是比较固执,不听劝,总要自己亲身试过才相信,只是相处起来可能蛮累的。 还有一次是白举刚做菠萝油条,说实话即使油条成功了,确定不是黑暗料理,结果搞了两天,最后还不是没有成功? 油条人家那是职业出师也未必成功的,北方可能油条炸得好的比较多。 即使是职业早点摊子,能把油条炸得蓬松酥脆的,也极少,而且白举刚还非要创新,做菠萝油条。 网友吐槽,明明是一个菜鸟,却要挑战高难度。 白举刚做红酒嫩牛奶遇到一些小问题,淑琪说其实这个菜他很拿手,赵薇就说那你可以给白举刚一些建议。 舒淇摇摇摇头说,不了,他不会听的,他有自己的方法。 喜欢白举刚的网友评价,小白太可爱了,虽然没能成功,但是反对的网友评价,自以为是从不谦虚,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 对于白举刚在中餐厅的表现,你怎么看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